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由华盛顿转到了加州继续他的访美行程 在矽谷与Google还有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的高层座谈 参观了电动汽车公司并在史丹佛大学发表了演说 他表示日本的企业必须向矽谷学习 不过在安倍所到之处都举行了示威 要求安倍要正视历史就为安妇的问题正式道歉 安倍在演讲中对矽谷的模式大家赞赏 他称第一次到西谷访问看到这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非常兴奋 他于当天晚些时候会与西谷地区几家主要公司的领袖人物举行圆桌会议 学习西谷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模式 安倍表示与西谷相比日本目前的一些产业的创新力度不够 未来五年日本会派两百多家日本企业的代表前来西谷 并借此加强日本与西谷之间的经贸往来 西谷是北加湾区的南湾地区高科技术公司的集中地 他表示仅仅模仿西谷的系统还不够 日本企业必须彻头彻尾地吸收西谷的文化 安倍还访问了西谷的大公司 包括脸书和制造电力汽车的特拉斯公司的负责人 安倍对加州的高速铁路工程非常有兴趣 估计会在和加州州长布朗共进晚餐时 介绍日本的高铁技术 州长布朗一直在推动68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项目 将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 日本也将在争取承包工程 教育方面 安倍提到 日本多家大学已经推出创新项目 让学生能够跟上未来创新发展的步伐 其中 日本的四所高校将在生物医学方面 与Stanford大学建立相关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将在今年秋天正式启动 听下微视编辑报道 听下微视编辑报道